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展区的展示码头边 首次公开亮相的大型无人作战艇 虎金号就是国内外最为关注的明星装备之一 由于近年来俄乌冲突中 俄乌双方纷纷采用无人艇执行军事任务 尤其是乌克兰多次运用无人艇创造海战记录 因此使得各国对这类装备的关注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 虎金号是一款500吨级总长58米 行宽23米 行深4米的高速衍生水面无人作战艇 采用柴油和电力双推进系统 最高时速可达40节 每小时74公里 具备超过4000海里的航程 作为一种自主作战装备 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火力打击 防空反导 以及潜艇搜索和打击等人物 可以说是海上的一座移动堡垒 在笔者看来 该无人艇有以下三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首先是吨位大 虎金号是大型无人艇 不是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所常用的那种 数吨级轻型超轻型无人艇 该艇排水量在500吨级 这意味着它具有非常明显的作战与任务优势 包括灵活的部署能力 较低的作战风险 以及出色的自制能力 能够在续航能力 航行操稳性和抗浪性上表现优异 第二是能引伸 像虎金号这类无人艇 主要面临的探测危险 主要来自大型舰艇 反潜巡逻机 在经过高度雷达波引伸设计后 该类艇可在市区外 市区内 远距离条件下取得对抗大型舰艇的探测优势 而对于反潜巡逻机探测雷达 则可在一定支援条件下建立隐蔽性优势 第三是结构动力优异 从设计角度来看 虎金号无人艇采用了独特的三体船体结构 并配备了柴电双模推进系统 这种设计可以赋予其卓越的稳定性 使得虎金号能够在恶劣海况下冷舰航行 如同平稳地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 武器装备的设计研发与改进 始终是根据特定的军事战略 作战理论和战术理念进行的 大型无人艇搭配标准6导弹的背后 是美国海军 正在推进快速部署大规模低成本 高火力的大中型无人水面舰艇 迷糊自身的水面舰艇部族的尴尬 与传统友人舰艇协同作战 以增强其全球水域的干预能力 这一战略展示出 其试图维持海上霸权的深远意图 非常值得关注